酒吧 西餐厅 迪士高 部门整个街道 每天晚上走过香港兰桂坊 总会看到客人开怀唱饮或者文歌起舞 由当初客人以外国人为主 到现在超过六成为本地白领和年轻人 二十多年来 香港中华兰桂坊 已经成为香港饮食娱乐的重要地标 现在每个人对兰桂坊都感到非常自豪 如果你看看游客数字 它已经成为一个游客来港时必看必到的地方 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内地 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品牌 随着内地游客不断增加 兰桂坊所塑造的中西文化交融的饮食文化 也逐渐推广到中国大陆去 每天当你站在兰桂坊 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内地人来到这里 以兰桂坊路牌做背景拍照 兰桂坊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遍布全中国 而且随处可见 兰桂坊街 兰桂坊酒吧 它成为了娱乐和时尚生活的代名词 兰桂坊的成功吸引不少内地城市 希望引进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成都党委书记就前后三次亲自邀请圣志文 希望他为成都商业区打造一个兰桂坊 圣志文感到盛情难缺 也就特地走访了成都一次 到了以后 他就发现成都人特别懂得享受生活 最后就敲定在这里打造一个新的兰桂坊 我们到过三家不同的夜总会和酒吧 星期天晚上 周五晚上 周二晚上 每天晚上都很拥挤 集门的那些真正喜欢去玩 和享受花钱的年轻人 我想就是在香港 也不会这样吧 罗宋仪是兰桂坊中国市场推广总监 专门负责成都兰桂坊计划 他说 内地城市文化差异很大 成都兰桂坊要成功 首先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成都那边就是非常享受生活 他们可能是赚十块钱 但是他们愿意用十二块钱去消费 而且从来都不会为明天担忧 因为他们都会觉得明天都会很好 先不用想嘛 先玩嘛 这个就是成都人的一个 一个自己的独有的文化 为了迎合成都人的消费模式 成都兰桂坊在找租户的时候 也花上了不少心思 我们在找租户方面 我们主要都是从这不同的方面 我们都会都会去找 比如说从香港那边 我们也会找一些品牌 当然因为我们是香港男规方 然后从上海 我们在搞一些品牌 so i 帮助 我 到底 凯 一定要 什么